近日,有知情人士爆料林青霞离婚了。原因竟是她的老公行李员在外包养情妇,不仅如此还生下了一个私生子。 如今这位情妇用儿子来逼宫,希望行李员能与林青霞离婚。 而且据知情人士爆料,行李员对这个情妇非常上心,也有了想要把她扶正的想法,于是提出16亿分手费来补偿林青霞,希望能与她离婚。 而且这已经不是林青霞第一次传出婚变传闻,关于这个上海情妇,其实早在2006年就被爆出过。 当时该消息还是林青霞的美国邻居爆料,称她丈夫早已出轨,理由是因为林青霞生不出儿子。 而行李员本身有些重男轻女,不希望家产由女儿来继承,于是悄悄找了个情妇并生下一个私生子。 后来还有媒体拍到行李员和一位女人一起游玩的照片,从照片上来看该女子却是年轻貌美不少,身边还跟着一个男孩,疑似正是两人的私生子。 不过对于这次私生子传闻,两人迅速否认。 不仅如此,就连行李员的前夕也站出来力挺她,表示行李员为人老是本分,绝不会在外捻花惹草,做出对不起林青霞的事情。 不过到了2014年,林青霞的婚变再次传出,并且这次行李员的出轨对象也终于被扒出来,疑似是位上海籍女子,两人还有了死生子。 还有知情人称,林青霞对此事也知情,并且对老公这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两人私下其实早已分居各过各的。 不过在经济上行李员一直对她有所不偿,还给她送了一栋价值十亿亿的半山腰豪宅。 但对于这次婚变传闻,林青霞并没有直面否认,而是称这次的豪宅其实是行李员送给她的60岁生日礼物。 后来林青霞还高调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称,我有三个乖巧的女儿,一个好老公,她们总是默默地支持我包容我。 从侧面否认了两人离婚的消息。 后来这栋豪宅在2022年7月遭遇了一场大火,据在场人目睹,这场火烧了整整八个小时,等火扑灭后现场几乎变成了一堆废墟。 好在当时的林青霞并不住在此处,家里的18位庸人也都没有受伤,在大火烧起来的时候,就连林青霞养的小宠物都被庸人爆出来,所有人均无受伤。 频繁传出离婚传闻,让大家对行李人这个模范丈夫偷嫌有了质疑。 毕竟在两人婚姻初期,行李人是娱乐圈出了名的爱妻。 当时林青霞与行李人只恋爱半年便决定登记结婚,女明星爱上富商,是当下不少娱乐圈女演员的最终归宿。 虽然行李人相貌平平还是二婚,但林青霞依旧义无反骨地嫁给了她。 婚后近三十年,林青霞对她的大女儿始如己初,婚后又给她生下两个女儿。 一开始行李人对林青霞也疼爱有加,甚至给两个女儿分别取名行爱林和行言爱,其中隐含的爱意不言而喻。 林青霞还未次退出影视圈,先少付出工作,在婚姻里想尽荣华富贵,日子过得平稳又惬意。 日常休闲会看书写字恋画画,丈夫还为她办了不少画展。 林青霞也很喜欢看书,甚至还一心投入到文学创作中,相继发表了散文及窗立窗外,云去云来,静前静后。 除此外,林青霞还惹中作公益,与老公一起捐助教育项目和医疗等项目。 表面看起来林青霞与丈夫相敬如宾,恩爱如初,没想到真实生活却是如此的不堪。 回看林青霞的情史,不得不说即使身为女神,她的感情也并没有被眷顾,在遇到行李员之前有过两段感情,一个是秦汉,一个则是曾有过婚约的秦祥林。 秦汉是他的初恋男友,比他年长八岁,两人和拍窗外而相识。 当时的林青霞是首次拍电影,而秦汉则已经是家御户晓的大明星。 出演完窗外后,两人又被琼瑶阿姨选中,成了琼瑶户中的情侣CP,多次搭档一起演戏。 戏演多人难免会给观众造成假象,许多人将两人的感情从戏内带到了戏外,但是当时秦汉有妻子,并且他的妻子对林青霞非常有意见,希望秦汉不再与他合作。 但是秦汉并没有理睬妻子的要求,一如既往的与林青霞保持暧昧关系,于是惹得妻子大怒,在媒体面前大骂林青霞是小三,顿时让他的青春形象崩塌。 被秦汉妻子这样闹后,林青霞远走高飞来到美国求学,再次使他遇到了后来的未婚夫秦祥林。 相比秦汉,秦祥林即时更适合林青霞。 并且在穷瑶心中,林青霞是最美的女人,秦祥林则是最漂亮的男人。 林青霞、林凤娇、秦汉、秦祥林当时还被称为惩罢文艺片的二秦二林。 其实倒在林青霞与秦恨暧昧不清时,秦祥林已经对林青霞有好感,还呈夸奖说她的美是由内心散发出来的,永远那么灿烂,也永远都能让人惊艳。 当林青霞受请商来到美国后,秦祥林则一路追去了美国,最终打动了女神,两人在1980年订了婚。 但是林青霞心里依旧放不下秦汉,她对秦祥林更多的是感动,于是便取消了两人的婚约,并称她是个很体贴很棒的人,我真的很喜欢她,但我从未将她当过爱人。 林青霞与秦祥林结束后便又遇到了秦汉,此时的秦汉也已与妻子离了婚,难为婚女未嫁,于是很快二人就绪上前缘走到了一起。 但是等真正在一起后,两人的摩擦却非常多,性格不合让两人频繁吵架,经常会对彼此说一些狠话。 就连好友刘雪华族能看到两人之间的问题,在采访时曾说,他们总是因为一些鸡毛钻皮的事情吵架。 结果两人苦恋九年后,最后还是以分手告终。 于是林青霞转身就爱上了香港富商行李员,并且仅仅相恋半年就登记结婚,他说与其找个自己爱的人,还不如顺其自然,跟着一个爱自己的人。 看来行李人就是那个更爱她的人,给足了她安全感。 但是没想到,两人结婚近三十年,在这期间却频繁爆出行李员婚内出轨的消息,甚至还有了死生子的传闻。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行李员重男轻女,而林青霞始终没能为她生下一个儿子。 最近一次闹出离婚,还是因为行李员带着死生子回老家祭祖,惹得林青霞不满,才爆出了婚变传闻。 不过如今的林青霞不论是经济还是生活并不依赖行李员,而是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人生,在前不久还拿到了香港大学的博士学位。 她说我必定要奉献出最好的自己,多做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。 都说婚姻是一个女人爱情的坟墓,希望女神能避开这一劫,能永远真实地做自己,优雅地老去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